文章来源四环青年 轨道交通之类的大型基建项目需要持续的烧钱 前期必须科学规划严格论证甚至诱甚 在政绩冲动驱使下盲目上马 非但不能创造社会效益 反而还会成为地方的沉重负担 国内首条投入商业运营的轻能源油轨电车停运引发关注 界面新闻报道 根据高明油轨电车公众号消息 8月6日起 佛山市的高明现代油轨电车示范线暂停运营 设备设施需安排检修 公开资料显示 这条线路2019年12月开通运营 总投资8.38亿元 全长约6.5公里 当年顶着中国首条轻能源油轨电车线路的光环落地 没曾想运营了短短5年就陷入停运的局面 着实令人叹息 对于突然停运 官方并没有给出明确解释 而一个事实是 自开通运营以来 该线路客流量连年下降 有媒体记者去年实测 满载可达285人的油轨电车 全程客流量总计最多仅16名 由于坐的人少 油轨电车被当地居民戏称油轨电车 它不仅建设成本高 日常的运营成本也高 该线路一年票价收入不到40万元 巨大的成本窟窿 只能靠财政补贴维系 运营不到5年 财政支出近3.5亿 俨然成了一个无底洞式的吞金兽 停止运营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为何投入高昂 却客流稀少 线路短 站点少 不接驳其他交通枢纽 是直接原因 高明现代轨道公司人士对媒体说 这条线路不属于通勤线 而是示范线 可见 该项目在初始定位上 就偏离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初衷 而更多的被视为展示政绩的示范工程 在规划建设的过程中 它未能充分遵循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 基本原则与科学规律 也没有充分考虑投入与产出之比 导致最终效果未达预期 所以 这与其说是规划的失误 倒不如说 是政绩冲动驱使下 任性硬上的结果 上述高明现代轨道公司人士解释称 该线路也是未经燃料电池 在轨道交通领域的应用探路 说这种展示 也算一种成果 这样的说辞 显然难让人信服 一条投资数亿的轨道交通线路 不是一笔小打小闹的工程 在上马之前 理应有科学严谨的可行性论证 如果认为是试验性的项目 就可以无节制地往里面砸钱 那不至于对公共财政的极不负责 轨道交通建设有一定的门槛 因此被不少地方当成是 城市发展硬实力的象征 在前些年的基建浪潮之下 一些中小城市纷纷跟风 举债上马 达不到地铁建设门槛的 就以油轨电车 当成平替板 并向搞地铁建设 但一旦缺少科学的规划论证 脱离地方发展的实际 表面光鲜的轨道交通项目 在巨大的运营成本压力下 很容易变成烂尾工程 事实上 包括已经停运的珠海油轨电车在内 已经有好几个城市的油轨电车 陷入亏空停运的死局 为了避免盲目上马 导致资金浪费 加重地方的债务负担 2018年 关于进一步加强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 发布 对审批门槛进行了大幅提升 为轨道交通建设大跃进 踩下急刹车 不少城市的地铁梦彻底破碎 2021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铁路规划建设工作意见的通知 再次强调 严禁以新建城际铁路 市域 交铁路名义违规 便向建设地铁 轻轨 轨道交通建设迎来全面降温 佛山的这条线路 在2017年启动建设 上报审批的时间可能还要更早 它是审批全面收紧之前 地方轨道交通建设冲动上头的一个缩影 轨道交通建设 作为一项长周期的重大项目 规划建设当然得保持适度超前的原则 但适度超前不是无度超前 脱离实际 地方要申报建设 必须依据发展水平 人口 财力等指标 进行科学的论证 如今 在审批收紧的背景下 仍然有不少城市 在想方设法投资建设地铁 有轨电车等轨道交通项目 它折射出地方对公共交通发展的迫切追求 却掩埋下了财政负担 债务风险的种种隐患 有轨电车便有轨电车 示范项目便停摆工程 如果没有人为之负责 人们会担心 在一些地方 这类政绩工程还会换个名义卷土重来 造成财政资金的巨大浪费 要所有人为之买单 不管怎么说 博山清能源 有轨电车停运的教训 是一个沉重的提醒 轨道交通之类的大型基建项目 需要持续的烧钱 前期必须科学规划 严格论证 甚至诱甚 在政绩冲动趋势下 盲目上马 非但不能创造社会效益 反而还会成为地方的沉重负担 感谢观看